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欧阳剑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到他演过的电影就是1951年 今天就由1952年开始了 1952年就有新涉丁山三气范尼花 欧阳剑就饰演市涉丁山的祖父 接着就是马飘狂,他就饰演小贩 另外一套就酒楼稀访,他就饰演李龙 十月芥菜,饰演李鸣 新雷峰塔,饰演王永昌 女少爷就饰演王少欧 另外一套歌唱伦文序,饰演胡大寿玄爱 红云妈祖,饰演这个奸商,颜百祥 另外还有一套笑声降地球,欧阳剑就饰演胡桃 接着一套歌唱十二差,欧阳剑就饰演欧剑 接着是火烧柯房公,那就是饰演这个高占李 欧阳剑就饰演员,欧阳剑就饰演员,欧阳剑就饰演员 欧阳剑就分析这一套包文成和生包公 然后就还有一套歌唱入经法和呆老拜首 另外还有一套梁山伯再会竹英台,那他就饰演士狗 另外有一套神妻暮嫂,歌王美卷,那他就饰演王劍江 《司马琴挑寡苦心》,这一套就是1953年了 然后53年还有《卖花得美》,那他就饰演劍叔 《代代平安》,然后就是慈善雄龄歌唱大会传 然后就是《财归财路》,那他就饰演林蔡福 《凌王念史》,《凌王艳史》,那他就饰演这个勾心豪 然后一套逼海狂争,他就饰演凌绍枝 《情大嫂子》,那他就饰演这个勾心豪 《凌王念史》,那他就饰演表哥,那这一套就是1954年了 然后也是54年的《玉女怀胎》18年 然后是《善恶到头》,就是《忠有保》 另外就有《好女十八家》,那他就做六老爷 然后就是1955年了 1955年就有《苏小妹三难新郎》 那么欧阳剑就做这个佛人 然后就是《雪姑七有》,他就做老胡桃 《女大女世界》,他就做章城 然后就是一套《后窗》,那他就饰演这个粤剧的学园 然后就是《今生涂合》,另外还有一套《復活》 他就饰演阿根,《好事成商》,就饰演丁子超 《银河普月》,另外有一套《长商诗》,那他就饰演谭林 然后就是有一套《有女万事足》,那他就饰演张剑 然后就是《中无厌》,那他就饰演这个齐孙王 然后就有一套《小白菜》,《晴困羊乃母》,那他就做葛小带 然后就是《奇人奇语》,那这套就是一九五六年的了 那他就饰演《何卑士》,然后五六年的还有《陈万年再世婚元》 然后就是《霸王鸡腊》,他饰演一个孤寒才主 《着错口夜蟹》,他就饰演李鑑波,《新龙御仙》,就饰演这个戚霸叶 跟着就《云上衣裳花上庸》,那欧阳剑就饰演马维高 跟着就《贵之高壮》,他就饰演李奇 然后就是《天之娇女》,他就饰演《占仲刻》,仍然是五六年 梁洪玉击鼓退金兵,这个他就饰演魏梁臣 然后就是《黄姑嫁何仁》,他就饰演这个 一个烟国的太子徐宠,叫做《牛侍卫》 跟着就有《三五佳琪》,他就饰演金吉 跟着就是1957年了 五七年他的作品就有《烟枝马三斗王飞鸿》 然后就《香罗宠》,他就饰演赵琴 跟着《花臣》,他就饰演进寶 然后就《狐仙奇谈》,他就饰演中白 跟着就是《蟹美人》,就是《余麗珍》那套 上集,他就饰演这个《龟丞相》,叫做《水野》 跟着有一套《七彩梁天来》,他就饰演张阿冯 跟着都是《蟹美人》,《蟹美人》大闹水晶宫 他仍然是饰演这个《龟丞相》,然后就代代老婆老 就1957年的,就饰演梁瑞 跟着就《蟹美人》的《大结局》下集就是 那他都是《龟丞相》啦 跟着有一套《六道何仙姑》,他就饰演何太 跟着一套《唐伯虎点秋香》,他就饰演太师的儿子 叫做《华母》,另外一个《华文》,梁省波 然后就是《龙虎道姜公》,《欧阳剑》就饰演这个《蘇狐》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欧阳剑》的《演艺人生》演出列表 好,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N的频道 好,下一集再见,拜拜!